无极要持大圣希望积母大天尊护魔法会 法会开始 恭迎政府中创办人 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联生活佛 师母怜香上师 网络直播线上的各级红法人员及同门善信大德 前程合掌 唱颂莲花童子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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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一起问候 师尊好 师母好 大家好 师尊有看到网络之后 线上的顿的同盟 大家一起跟师尊师母打招呼 师尊师母有在跟大家打招呼了 师尊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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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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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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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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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尊师父 师父 师父 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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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金母 辨生金母 佛陀金刚 董双城 喜非穷 仙故 敬礼 瑶瓷金母大天尊 金面金母 黑面金母 佛陀金刚 辨生金母 董双城 喜非穷 仙故 祈请加持 接引游民众 往生清净佛果 祈请加持 以病业消除 请以 金母的威力 降服瘟疫 消除 消除 冠状病毒 请 姚慈金母 加持 增佛中 地址 让 业障 消除 病业 消除 一切劫难 消除 洪凶化极 其请 姚慈金母 放大光阴 旧世间 热令 热令 世生 皆 能够 成就 请 姚慈金母 光明显现 一切黑暗 得以消除 加持 智慧 增长 加持 福分 增长 加持 敬爱 圆满 加持 厌敌 退善 介绍 协设 天罗生 载罗生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灾阳化为称 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 愿一切灾界退散 瘟疫退散 冠状病毒消灭 怨敌退散 任 功练三遍百次明座 五五百成百万 三百万uelle 四百万 rakniv ma Satan 一百万円 中文字幕——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my hotel 也许是感觉,不需要用 Surprise 享受业务给你 这ど也许是感觉,没有用 Abba ,不会卡通 Ange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们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道宝法皇 卡玛巴 敬礼 突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 坦诚三宝 敬礼 今天附魔的祖尊 敬礼 摇子金母大天准 金色金 黑色金 变身金 敬礼 摇子金母 斬礼 斗双城 喜非穷 仙故 敬礼 摇子金母 所有的建树 师母 丹真格赫 图登西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网络上的同门 大家无安 大家好 是真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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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在亚洲一带 可能是清晨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你好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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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酱没有一个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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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櫻子 嗨 好 你好 嗨 好 败子 自作为 自己 我 清晤 姐夫 好 小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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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娟好 真的好 辛苦好 爸媽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呢 通知大家,下個禮拜天5月31號,下午3點PM 那麼在山莊要做碼頭冥王附謀 碼頭冥王附謀,那這個碼頭冥王啊 它可以講是很大的一個附法,非常大的一個附法 你看那個我們如果去佛紀店 你買那個金剛絕或者是金剛粗 上面有時候都刻有碼頭 那個就是碼頭冥王的金剛結 碼頭冥王的金剛結 不管是在東密,在藏密,碼頭冥王很多人修 很多人修碼頭冥王 那麼它的最主要的法力是在它的這個牙齒,碼頭的牙齒 那麼它的手印呢,是這樣子的手印 它的手印是碼頭冥王的手印,碼頭冥王的手印 那麼它本身呢,就是咒語的 那麼它本身呢,就是咒語的 這裡面有兩個鞋子 一個鞋子,是掃除一切的凶惡 另外一個鞋子,是代表它的本地 那麼鞋子,也就是阿彌陀佛的本地 阿彌陀佛的本地 碼頭冥王是跟阿彌陀佛有關聯的 它的咒語 那麼形象呢 它是屬於紅色 紅色 那麼非常憤怒的形象 碼頭冥王的法力 在它的 T,T,這個T 所以這個是很兇惡的一尊 碼頭冥王 很兇很猛 那本身來講起來 可以降伏所有的怨底 也可以降伏所有的業障 降伏一切的災難 這是跟大家報告的 那麽頭冥王 那麽頭冥王也可以作為 護法的本尊 那麽頭冥王 你問我答 才做你問我答 第一個問題 如果真佛行者 以時修附謀佛供 答千坛以上 需要再另外 補修大曼答供養法十萬遍嗎 我告訴大家 這個佛供 是很大的供養 一般人一般顯教的供養 就是把一個供國 那麼點三支箱 這算是供養 但密教不一樣 密教的佛供 裡面所放的 珍貴的材料 非常的多 所以一般來講 一坦佛供 等一般顯教的供養 差不多有千坦 有千坦 所以密教的佛供 非常的殊勝 當初的時候 釋迦牟 釋迦牟 也有贊成 他對於佛供 非常的了解 而且 勇起 他的本身的弟子 能夠修習佛供 在佛陀的時代 那麼 關於大曼達供養法 十萬遍 那個是 剛剛你做 加行的時候 所必須要做的 雖然不是佛供 但也是供養法 那是上供四信界 下供六道眾生 上供四信 下供六道眾生 供養曼達拉法 供養十法皆 但是 父母佛供 可以講 他是專一的供養 好像我們做這一次 父母 你是要供養哪一尊 他有主尊的 有作用的 是屬於佛供 但是普供來講 是供養大曼達 是普遍的供養 普遍十方的供養 是供養曼達拉 所以 在做釋迦行的時候 你就要修大曼達供養法 十萬遍 以後 你受了佛供的灌點以後 你才可以做佛供 這個是有分別的 這兩個是有分別的 佛供歸佛供 曼達拉歸供 不能夠用佛供來替代曼達拉 曼達拉也不可以替代佛供 兩種供養是不同的 曼達拉供養是普供 上達四身 下達六道眾生 這是曼達拉供養 就是十方法界的供養 那麼佛供呢 是有專一一尊的 專一一尊一尊的供養 或者是多尊的供養 剛剛來講 姚思金母 跟姚思金母所有的劍屬 像金面金母 黑面金母 變身金母 斧陀金剛 包括他的劍屬 四者 董窗城 喜飛窮 這樣子的是有專一的 所以曼達拉供養跟佛供 是不一樣的 所以兩個都要做 這是第一個答案 不能用佛供來代替 曼達拉的供養 因為曼達拉呢 就是代表十法界 實法界的供養 那佛供另外是佛供 不一樣的 現在回答第二個問題 如有征佛行者 以民心開悟 師尊有給予印证 所以不需要再去 研讀三藏十二部 只要抓住 開悟的心法 去實踐 便能自立立他 這種說法 對嗎 It's wrong 是錯誤的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我告訴你 你要明心開悟 明心見性 一定要先要有知慧 你才能夠明心見性 你一定要有定力 才能夠明心見性 沒有知慧 沒有知慧 而能夠明心見性 那是土包子 土包子怎麼能夠可以明心見性 不行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六祖會能沒有讀書 他能夠開悟 他都懂得金剛經裡面的一句話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句話就也很難明白了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那是無違法耶 金剛經裡面的無違法 不是有違法 不是有違法 所以一定要有知慧的 你不要看六祖會能沒有讀書 他過去世啊 他已經就研讀了三藏十二步法 這一次雖然沒有讀書 他的知慧仍然在的 沒有知慧 沒有知慧 絕對不能開悟 沒有定力 也不能夠開悟 所以有些開悟的 這個 師尊雖然給他印證 但是發覺 他的指導很多 他的煩惱 煩惱也很多 他有煩惱 也有指導 也有很多的惡趣 惡 是不好的這個習性在 他必須要棄除煩惱 要棄除 棄除 棄除所有的惡惜 不是開悟了 你就什麼都棄實踐 你是實踐什麼 棄除煩惱 棄除你的指導 棄除你本身的所有的惡惜 這個就是去實踐 那很多的這個開悟者 沒有棄除指導 沒有棄除煩惱 沒有棄除煩惱 也沒有棄除自己的惡惜 我告訴你 這個開悟不算 你雖然明白了 但是呢 你自己的實修方面 是沒有成就 這個還沒有到達那個定的地步 曾經有人問我 為什麼到達西方極樂世界的人不退轉 為什麼不會退轉 因為他們到了那裡以後 他們必須有他的這個 一心不亂的功夫 要有定力 你有了定力 就不退轉 沒有定力 就會退轉 但是定慧 是成就的雙意 也就是鳥的兩個翅膀 一個是智慧 一個是定力 這兩個東西 可以讓你有成就 三藏十二步 三藏十二步 就是智慧 你沒有研習 哪裡來的定力 哪裡來的懂得智慧 哪裡會開悟 另外呢 你由智慧 你由智慧 可以產生定力 由定力 也可以產生 智慧 所以告訴大家 一定要有智慧 一定要有智慧 要有定力才可以 明心見性 一定要有智慧 然後呢 再產生定力 你看嘛 只要明心見性 明心 就不需要再去沿途 三藏十二步 當然三藏十二步 也不是很容易 就把它讀完 但是你家 所有的重點都要知道 基本上的 你要修行的東西 你統統都要知道 所以喔 講不需要 三藏沿途 三藏十二步 那是錯誤的說法 沒有智慧 沒有辦法開悟的 所以師尊啊 本身讀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經典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wrong 是錯誤的 講說這個 不用讀三藏十二步 就可以明心見性 你明心見性 從哪裡來 就是從三藏十二步來啊 沒有根基 你哪裡能夠明心見性 這個再講第三點 這個師尊對於明心開悟的真佛行者 是否有一套行為法則 去讓同門分辨 去讓同門分辨其開悟的真為 以免過分崇拜 而讓其豁然 那請師尊 請師尊慈悲開始 我告訴你啊 要分辨要分辨這個人 要分辨這個人有沒有真正的明心見性 很簡單 很簡單 你看他啊 對根本喪失有沒有真正的前進 在密教裡面來講起來 對你的根本喪失有沒有真正的前進 這一下子就給你分別出來 很多分別的方法 只會荷蘭閣儀 對根本喪失一點前進都沒有的 連修行的資格都沒有 哪裡是明心見性 荷蘭 胡蘭 不管你是顯教密教 都是一樣的 你已經藐視了你的根本喪失 藐視了你皈依的師父 你就是供高我慢 你已經供高我慢了 你還是開悟者 You mother good 根本就不像修行人嘛 一個供高我慢的人 他本人就不是修行人 這個已經是下金剛第一了 所以講啊 我們修行也實在是要淫水思煙了 師尊對以前的師父 從來不敢詆毀 一句話都不敢詆毀 不能夠罵自己的師父的 師父可以罵我 你千萬不能罵你的師父 師父在罵我的時候 他是在教育我 你不能夠反嘴的 所以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你如果以為自己開悟了 就供高我慢 比師父還要大 那你還要邪佛做什麼 那就是供高我慢 我只是舉一個小例子 讓你們知道 如果這個開悟者的時候 一點都不恭敬自己的師父 那個已經下金剛第一了 以為自己高高在上 那已經都不行了 所以是真 給大家講 過分崇拜而讓其後難 那當然是不行的 開悟有真為 當然是有真的有假的了 有真的有假的了 你真的開悟的話 你的一切的行為的表現 都附合在正法上面 你有正念有正法 大家要明白清楚 另外開悟的人 他本身就不會貪的 也不會跟人家鬥爭 為什麼 因為你開悟 基本上你就無我了 你還跟人家鬥什麼鬥 鬥來鬥去鬥來鬥去 那個都不是開悟的 那都是假的 開悟的人當然不貪 因為他有我了 不為自己 他只為眾生 他沒有這個我 沒有我 那我就不會有失利啊 不會想失啊 我要 要我好一點 我自己好一點 別人不管 你是去幫助眾生 而不是來幫助自己 你看佛跟菩薩 他 顏結跟阿羅漢 這個世聖界 哪裡有我啊 你真正開悟了 你就是為眾生 發菩提心 不會為自己 你還貪心啊 而且你還發脾氣啊 而且你還發脾氣啊 都不會有了 因為發脾氣就是有我 你貪心還是有我 你余知 根本就沒有知慧 你吃醋 你基督 都是因為我而起啊 你要修道 你不吃醋 你也不會基督 為什麼 無我啊 無我是一個點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所謂你開悟啊 大家可以很簡單就看出它是真的開悟 還是假的開悟 還是後來 就可以看出來了 然後再問 請問師尊 尊聖佛母的心咒 和心真言有什麼分別 謝謝 我告訴大家 這個咒語的 長咒 短咒 心咒 或者是 特別的這個 好像是說 長咒 中咒 短咒 心咒 還是四葉咒 同樣有功德 我已經講過了 例如一日真言 例如一日真言 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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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咒跟短咒 同樣有功德 你如果有 你如果有 在修法的時候 你如果有 在修法的時候 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不能夠分別 在修法會上提到 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用曼答盤 以你做無事次大供養 關於此供養法的細節和遺軌 弟子有些不懂 想請教師尊 供養曼答法 在進行此大供養法時 需要先清淨 招勤跟禮拜嗎 應該 應該要做 這方面應該要做 在做大供養法的時候 先清淨 招勤禮拜 這是要做的 遺軌上 是先放入米 結供養印 念供養戰 及供養皺完 再以見直 指曼答拿 進行觀想 這是對的 應該先觀想 應該先觀想 然後再持咒 先觀想再持咒 但是你供養印 供養戰 及供養皺 可以 都在先觀想完以後 再結供養印 供養戰 及供養皺 密教的一個遺軌 規定的很清楚 先觀想 後持咒 先觀想 後持咒 我們的遺軌 全部都是先觀想 然後再持咒的 沒有先持咒 然後再觀想 沒有的 是先觀想 後持咒 這是跟大家講的 第二點 先觀想 後持咒 第三個 觀想是先觀想 曼答拿盤 為宜咒 接著 是只要觀想你 偏佈宜咒 及西空 供養死法界 還是可以將米 變化為各種食物 其真八寶 喜番的好的共品 來供養死法界 觀想曼答拿盤 為整個宜咒 先觀想這樣子 就是 接著 接著再觀想 米 遍佈宜咒 跟西空 供養死法界 還是可以將米 化為各種食物 其真八寶 喜歡好的共品 來供養死法界 來供養死法界 這是第三個觀想 是可以這樣子觀想 觀想完了 在節 供養印 念供養戰 及供養咒 那就對了 第四點 第四點 如此供養素壇 完結後 需要做回向 感恩師尊傳法 要做回向 你回向什麼 你想回向什麼 你就回向什麼 因為你供養 因為你供養 就有功德 有功德 把這個功德回向 回向出去 就可以了 你要做什麼回向呢 有的人回向 我回向 我這個供養 只要回向到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將來 這個 臨命忠實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一個 你自己本身的回向 或者是 回向你自己的事業 要成功 你的婚姻要圆滿 你的官司要解除 你的薪水想要加薪 希望跟所有的人 能夠敬愛圆滿 這個都可以回向的 回向呢 熄滅自己本身的 所有的障礙 也可以的 回向讓自己的病業能夠好 都是可以的 這是 這是 需要做回向 這是 需要做回向 上衣打赤膊 以的回答 因為如果脫的是褲子 那氣氛會怪怪的 打架的時候啊 一般來講打架 這個是世俗的 世俗的 我們修行的人 也不可以打架 因為打架就是有我啊 為了自己 才會跟別人打架 為了自己 才會跟別人相罵 所以我們修行者 不能夠 如果 可以去跟人家吵架 也不可以跟人家打架 都是不可以的 那是修行出來的 你自己本身的修養 你修了行以後 你就有修養 修養就不會 這個去跟人家吵架 也不可能跟人家打架 所以打架的時候啊 為什麼都是脫上衣打赤膊 因為沒有人打架脫褲子 因為沒有人打架脫褲子 什麼樣的男人是最可愛 而且是最標準的 答案是這樣子的 他雖然貪財 但是有道 貪財有道 我們講說這個 錢財啊 體質有道 然後呢 雖然好色 但是有品 好色 有品 貪財有道 他很博諧 有事 有知識 博諧有知識 然後他也讀書 也文雅 讀書也文雅 他如果喝酒的話 也是有限制 有量 而不是喝醉 他如果開玩笑的時候 是有度 而不超過 經得住有佛 耐得住急苗 沒有事 不會去惹事情 去找一些麻煩的事 來麻煩自己 遇到真正的事情 也不怕事 在外面 頂天立地 在家裡 哀打受氣 這是好難人啊 但是呢 結果 他的橫批 是 查無此人 根本就沒有這樣子的人 為什麼沒有這樣子的人 因為人都是有業障的 都是有缺點的 身為人 都是有業障 有缺點 所以我們修行人 有時候是這樣子 我們去觀察一個人的時候 有時候是 知道他有缺點 然後你去原諒他 去同情他 去原諒他 去原諒他 然後去幫助他 因為人都是有缺點的 是 你去問他 老公 老公 你愛我嗎 老公回答 老婆又问了 同样那个问题 那我跟你妈妈掉进水里 你就水 老公反问他 那你爱我吗 老婆讲爱啊 老公就讲说 那你爱我 就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老婆问 那如果我不爱你呢 老公回答 那我干嘛要救你 这是属于这个逻辑的问题 逻辑 我们今天再讲一下这个道果 什么叫五道 外形之之良道等 四之良道 此即四冠顶中的四种道 以此为积极见受 见解受软向之之音 故送淫由之良道 其实我们修行 要先修自良道 什么是叫做自良道啊 我们讲的这个像慈祭 慈祭功德会 大家知道的 另外 在卢生宴布施基金会 这个在做的 法官功德会 做的就是在做自良道 之良道 是修行的基础 你没有积极 你没有积极这些功德 你不会发展成为四个灌点 产生出来 你没有修行之良道 他不会遇到 以这个功德 去遇到真正的上师 来教你佛法 你不可能遇到真正的师父 来教你佛法 所以我们本身修行 还是要先修自良道 什么叫自良道呢 慈祭功德会 儒生宴布施基金会 法官功德会 这个你参与的 你就是在积极拥 拥你的功德 所有一切的将来修行的成就 它的最基本的 基础 就是在自良道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所谓的 外形之之良道等四种之良道 此计四贯点中的四种道 以此为积极见解受晚相之音 故送淫由之良道 没有之良道 你身上一点功德都没有 如何修行 你身上有了功德 再来修行 但是 你没有知良道 身上一点功德都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遇到 你的最好的师父 不可能遇到贵人来帮助你 不可能有好的因缘 好的缘分 不可能遇到贵人 不可能遇到好的道理 道友 来帮助你 所以知良道是所有佛法当中的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要心存善良 心里要有慈悲 要有爱 有慈悲跟爱 去修满了 修严满了你的知良道 在道国里面是这样子讲的 因为你有慈悲 有爱 你严满你自己本身的知良道 再来的就有很多的贵人 跟你的上师教导你 好的佛法 再来一个就是一个软日 由修士道所生事件为 家型道软质 此中互分 大中小三种 三种软 以一身分别 故称分别前行软为小 二 以男生三分别 故称九界极色软为重 以极难 以极难生分别 故称明点真极软为大 以此三则 三极界软向 结受兼顾 以根本为 至关双印之节 受超过一座等之时间 或以厚得位 终以外境为言 一步为矮 极坚固为 掌握出极界之端 是家型道小软之质 终极界 终一切所生之软 为终 其景象坚固 且能够断外面之重 得不多以恶气之定见信念 其他经典 依引此为终人位 后极界中 所生一切 结受之软为大 以界 以静分之三言起 还诸 生界以六随念了之 作为 作为 见化身之言起 此生 必生中期 此为之良道 以 家型道 即软至三则 有相关 非一刺而生 依非 坚固 软则保任任意 一般来讲 听到这个以后 看到道国里面这一段 头都会肿 为什么 他讲的是什么东东 根本你就没办法了解 他讲的是什么东东 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是软啊 什么叫做软 软是温软的 一种软像 一种软像 一个佛字 这里是一个佛字 一个软 我刚刚念了这一遍 如果我是不知道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的 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很多人读到博士 来看道国 看到这一篇 就让你看这一篇好了 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个不能用猜名译的 它分小中跟大 这个软字是什么意思 可以讲 最大的 就是着佛 小的是什么 就是修行的升起 你在修行当中 你升起 你升起 刚刚升起来的 叫小软 还有中软 还有大软 这里面所讲 加行到软 你智慧的产生 就像佛 升起一样 智慧的产生 就像 小的 小的佛一样 我们 我们现在做一个比喻好了 你点一个蜡烛 产生了光明 那么这个光明 就是象征着智慧 那么你今天做附魔 这个火 生起来了 它有热 有供养 有资粮道 有家行 通通在里面 这个火就比蜡烛的火 还要大 就是属于中软 中软 这个附魔火 就是中软 最后呢 你附魔火 变成你身体里面的火 那个时候啊 你的左火 在你身体里面产生了 那个就属于大火 大软 大软 那就是一种 一个是蜡烛 叫做小软 一个是附魔 那是中软 再来是左火 是大软 以这个意思来表征什么呢 你的智慧慢慢的增长 以这个来象征 智慧慢慢的增长 这个讲起来很不好 不容易讲 这个讲是不太容易讲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以分别前行软为小 我是以蜡烛 我是以蜡烛来分 九戒极色软 九戒 男生三分别 故称九戒极色软 就是极中 把蜡烛的火极中 是属于中极界 明点增及软 就是属于大极界 就是你用 升起的左火 成为大极界 护魔佛 成为中极界 一个大烛的光 成为小极界 依此三者 三极界的软向 绝受坚固 你如果开始有感觉 你的智慧 在根本位上 止光双印之绝受 什么是止 什么是光 因为都是要做禅定的功夫 禅定的功夫是什么回事 就是用止光双印 你念头万念 变成一个念 一个念变成没有念 这是止 把你的念头止住 念头止不住 就回到一 我这样讲 你要念禅定 我告诉大家 上回有人问无念 两个字 阿师尊无念 无念是正结火宝 是禅定的功夫 要无念 怎么无念呢 没有的 你哪里能够无念 你万念 我们人 从早上一起床 就开始有念头 在拉花里面 一天里面 至少有一万个念头 万万个念头 不停止的 你哪里能够无念 但是你要收归一依 按照密教的方法 为什么收归一依呢 我观想我本尊的面孔 就收归一依 然后把这个依忘掉的时候 就是无念 无念就产生出来了 那就是定的功夫 有了定的功夫 就产生结受 这里面讲到结受 所以什么是无念 那就无念的结受 你完全没有念头 那就是止 因为你止不了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观 例如我讲过了 你点一根香 你看着那 这个房间里面很黑暗 你就点一根香 你一直专注在 那个香上面的 红红的那一个点 就是一念 就是一念 然后这个一念 再把它变成没有了 就是无念 那么人本身不受念头影响 完全不受念头影响的时候 这个就是禅定 所以这个也是从 有小 有中 有大 这样子的 这样子做法起来的 只光双印之结受 超过一做等之时间 你一做法 你做多久 你能够无念多久 无念五分钟 无念十分钟 无念半小时 已经很不错了 你无念一分钟 就很不错了 无念五分钟就很不错了 慢慢增加到 无念到半小时 就很不错了 你一做法 修一个小时 你就无念一个小时 就不得了了 用紫光双印的方法 一直到它无念一个小时 这个呢 这个就很厉害了 你不受外境的影响 不受念头的影响 都不会障碍你 你无念一个小时 就不得了 极坚固为 非常的坚固 你无念非常的坚固 你就是掌握到 初极界之端 是加行到小软之支 你已经产生了光明的智慧 中极界 中极界也是一样的这种现象 你如果中极界能够产生软相 为中极界 这时候景象坚固 且能够断外内之虫 什么是外内之虫 虫就是障碍 虫就是障碍 就是业 断掉外面的业 断掉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业 它写成虫 身上有虫 其实虫就是业 断掉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业 它写成虫 那真的身体里面有虫吗 有 我们身上都是虫 释迦牟尼佛讲 人的身体是什么 就叫虫 虫 是虫 聚集的很多虫 在你身上 的虫 那个叫虫吧 虫啊 虫 虫 释迦牟尼佛讲 是讲虫 虫 人生是什么 虫 虫 所以他这里讲虫 这个时候你够断掉外 外的障碍 外的业障 跟内的业障 你就不会掉到三恶气 这个时候不掉到三恶气里面 不掉到第一恶鬼出生 这个经典里面也讲 这个是属于无声法人的中位 中极的无声法人 不是真正的无声法人 这是终极的无声法人 到了后极界 所生之 结受软为大 以戒经分三言起 凡所生以六随念了之 作为见化身之言起 此必提升中气 此为之良道 与加行道 即软至三则有关 非依次而生 亦会坚固 软则保任任意 你得到了这个 也要保持你自己 自在 你要自在 而随顺而自在 这个是最后的 保任任意 这个到时候 灼火生起来 你全身的智慧光明产生 这个就是属于后极界的 要解释这一篇很困难 一般来讲 叫一般知识的 达特博士 来解释也很困难 那么世尊 已经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子 像我用笔意的 像智慧产生 如蜡烛的光 再来如这个附魔的火的光 再来就是走火的光 代表着智慧的产生 然后再进入到禅定里面 由万念变成一念 由一念变成无念 然后你不能够变成灵的时候 你就回归到一 回归到一念 然后再由一念再变成灵 灵没有办法指念了 灵能够到一做法 就一个小时一做法的时候 就是灵能够一到一做法 就不得了了 就可以把外面的业障 跟身体里面的业障 全部消除 所以我们练习禅定 大部分能够 在灵的当中 你能够一分钟 五分钟 增加到十分钟 二十分钟 就是无念的时候 一慢慢的增加的 这就是禅定三摩地的功夫 可以得到无神法人 菩萨 第八地 就可以得到无神法人 这个也是跟我们道国讲的差不多 脸比较大的人 脾气都比一般人来得好 奇怪 他怎么这样子讲 因为翻脸的速度会比较慢 脸比较大 他要翻脸 就比较慢 所以我们这个做人 有些人很小气 有些人实在是很小气 这个小眼睛小鼻子的都是很小气 师尊也是小眼睛 师尊也是小眼睛 不过师尊眼光很大 眼光很大 不会什么小气巴拉的 不会小气巴拉的 他对你们的眼睛很大 嗯 你的眼睛大 你的眼睛算是大 你很严 很有智慧 是啊 老婆讲啊 老公 刚刚我哪儿了 十年前哦 的婚纱 四川了一下 结果还是很和声耶 好开心哦 十年前的这个婚纱拿来穿 还是何生呢 这个老公回答 老婆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已经是怀胎九个月了 这个是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在英明在里面 刚刚讲的这一段道果 也是有因明在里面的 因为有那个因 才有那个智慧 才能够产生软相 老婆问老公 老婆 每一次看到你穿丝袜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有 有种无法研溢的感觉 老婆很欢喜地问什么感觉呢 老公就讲 就像是 萝卜包着保鲜膜 萝卜包着保鲜膜 这不是赞美 这也是 营兵 那一天 是2020 520 2020 520 才过去几天而已 过去四天 只是爱你爱你我爱你 比起520 我爱你 521也不错 521为什么不错呢 我愿意 521就是我愿意 更动听的话是 522 就是我愿意 我肚子饿了 我愿意 522今天几号 524了 这个不好 我饿死了 524是我饿死了 我讲524 那你要请我去吃饭 522是我饿死 524是我饿死 那你要一定要请四尊吃饭 老师问 小明 你意识到上课睡觉的缺点了吗 小明回答 我意识到了 老师问 那么上课睡觉是什么缺点 小明回答 缺点是 不如睡在床上 那么舒服 这是笑话 那今天跟大家解释这个道果 这一段 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 如果你自己来看 看得懂吗 要实尊解释 你们才会清楚明白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ni Bay Mi Hom 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连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始 我们现在恭请师征师母 移驾到台下 跟孙的同盟 say goodbye 网络直播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